路边突然冒出阵阵白烟 对控发射出五颜六色的烟火 但奇怪了附近没在办活动 大半夜会是谁 地上留下粉末残骸 附近住户都被突如其来的碰碰声给吓醒 地点就在新北市三重重阳路一段上 尽管警方到场时人已经鸟兽散 但目击民众指认他们开着一辆白色轿车 结果没多久这辆车又出现了 立刻被拦下 车上的三男与女坦诚有放充电炮 30岁的楼心驾驶变称 只是想放给女友看耍耍浪漫 但这两个电灯炮约会 似乎说不太过去 因为说辞牵强 远景请四人下车检查车辆 没想到就在车门旁边查火咖啡包 其他地方还藏了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 有新驾驶这才说实话 共生住在这边的小弟欠他20万元 他才会缴人来放炮逼人出面 而朋友意气相挺 结果吸毒行径跟着露线 只是小两口被上铐时 还在眉目传情 有说有笑 这鬼一起进警局 这种浪漫恐怕只有他们才懂 TVS新闻 陈冠宇 杰俊鸿 吴亚新北报道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